在這塊石層十公尺的面積 只有零點零一公頃的土地上 移居到里那裡永久屋的好茶 部落居民物盡其用 不只種花生 山芋 還有香蕉和樹豆 雖然土地的面積不大 但是因為沒有灌溉水可以用 居民只能這樣來回 從家裡提水灌溉 相當的費力 離居到永久屋雖然有一塊根地 但沒有灌溉水讓居民很傷腦筋 舞台相公所表示 去年度就有跟居民提出 屏東縣政府有補助相公所農業 補助款項十多萬元 這筆費用可以補助用來 施作從水源牽管線的工程費用 不過必須由民眾自省來申請 但是到目前為止 沒有收到里那裡永久屋 居民的申請計畫書 就留著他們快點弄 結果經費蓋算設計圖都不拿過 我們怎麼給他們錢 那是去年度的錢 就算他們現在要那個 可能重新要再跟財主單位再溝通 他們願不願意快年度使用這個錢 相公所這邊有補助我們 10萬塊的灌溉用的一些經費 我們要找水源 水源能夠灌溉我們所有的農作物 所以經費還缺少 居民表示會趕緊撰寫計畫書 提給相公所申請經費 經歷多次的風災 好茶部落居民從新好茶部落 遷到愛療營區 再移住到里那裡永久屋 由於家園早已被土石掩埋 根本無法再回鄉耕作 唯一的農作耕地就是這塊零點零一公頃的耕地 居民現在只能趕快想辦法簽好管線找水源 好讓這塊耕地可以有灌溉水使用 記者RI歌手屏東瑪嘉採訪報道